有关内阁人士妇女团体已经提出了呼吁 戴华认为卓内阁应该重视提高女性格员的比例 比如刘诗芳、许明春都是很好的为国效力的人才 那除了我们这个政务女性首长之外 戴华认为未来的卓内阁也应该多多提拔女性的常务文官 除了让优秀的女性能够撑起半边天 也要让她们能够撑起自国大业 有关许小新立委爆出口的事件 戴华认为许小新立委常为了博生亮成就自己 不惜伤害别人 甚至现在是不惜伤害他的家人跟同志 例如过往许委员 那他反对高雄市前圣渔港的重建 那这个所以呢 我们地方的国民党的所有的名单 群起与他切割 那所以呢 这就是戴华认为 这个爆出口文化 在立法院就应该四可而止